清明扫墓节就快到了 而为了降低社区感染等情势的发生 玉里真公所也特别针对了纳谷塔 火葬场等技组场所 人潮聚集处加强了防疫消毒的作为 清洁队已经在相关进行的路线等区域进行消毒 真公所也针对辖区状况提高警觉以及敏感度 防疫适同作战 会做最适当的防疫消毒作业 清明扫墓时节就快到了 为了降低社区感染等情势发生 玉里真公所也针对纳谷塔 火葬场等等的技组场所 人潮聚集处加强防疫的消毒工作 清洁队已经在相关行进路线等区域进行消毒作业 真公所针对辖区状况提高警觉 以及敏感度防疫适同作战 应试时处理防疫的消毒作业 火车站以及我们电车排班 以及各个就是市场超市 以及学校机关 工部门机关全力做消毒的工作 这个消毒的工作也是以漂白水 一比一百的比例做消毒 尽管性病毒疫情延伤 花点县在3月25号成立了防疫消毒大队 执行重点将以交通惩战 人潮聚集民生热点 学校以及民众洽工机关 其他配合疫情需要消毒地点实施 工作也请民众多加配合 然后与疫情中心 以及我们玉璃镇来讲 各里的大型场所 我们都会持续的做消毒工作 直到疫情结束为止 我们也希望在此呼吁 我们玉璃镇各里的里民 全力的配合 让这个疫情早日提早结束 建工所也提醒民众 尽可能的少出入公共场合 人多的密闭空间 要记得戴上口罩 最重要的是要勤洗手 才能有效的杜绝病毒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都没有意见过